8月22日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判决 被控在张子言生前强制猥亵他的记者曹某无罪 曹某涉嫌2008年8月5日 在张子言经济公司代表的生日派对上强制猥亵了张子言 张子言自杀后与他一同陪酒的尹志武 在接收调查时供述看到了A某猥亵张子言 在不久前举行的庭审中 检方曾要求法院判处曹某一年有期徒刑 但负责此案的法官以唯一目击证人尹志武的供述前后不依为由 对曹某做出了无罪宣判 非法娱乐时事报道